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天梯歪歪欢乐行 前两天跟大家录制了一个凤凰杯的这个决赛 Ninfei和ZDR的 但是感觉这个视频不是很受欢迎啊 看来大家还是比较期待我的这个天梯欢乐行吗 是这样一个原因吗 那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期欢乐行 但是呢 这期呢有一些问题 就忘了开声音了 也就是这个软件的游戏录制声音 所以大家现在听到了这个噼里啪啦的这个键盘声 还有包括这个啊 比较模糊的这个游戏的声音呢 它是从我的这个音箱里面发出来的啊 而且我的麦克风当时也没有关掉 所以大家刚好是麦克风收集了 我这个音箱里面发出来的这个游戏声音 同时呢 又收集了我当时在操作这盘的噼里啪啦键盘声 所以说大家啊 听一下就行了 因为我这个键盘的操作速度 我觉得一般人还是这个很难模仿的 所以说啊危险镜头请勿模仿 所以说这一期也是一个意外 我就把这个键盘的声音录制进来了 看大家喜欢不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后面的话我可以每一期都把我的键盘声音录制进来 但是我觉得这样得合其变态的这个心理才能承受啊如此频繁的键盘键盘之声啊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个键盘的声音还是比较清脆悦耀的 但是听的多了嘛 我觉得肯定会是有所烦躁的 那好 先不扯这些 我们看这一盘呢 既然是天梯欢乐型 那我自然就要这个秉持一个原则 就是用的英雄呢 就是要怎么欢乐怎么来 那我又是选择了啊 我这个特别喜爱的炼金术史这样一个首发英雄 现在的话炼金术史大家都知道 打了这么久以来从来没有见过我能把哪个英雄打到一个比较靠六的一个阶段 这当然也跟我的打法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拼的 但这一局呢 我就决定不那么拼了 我就要用一个开矿打法 也不需挖持别人了 就开矿防守 然后慢慢打后期 这样的话我相信这个我们的视频的长度肯定是能够提升上来的 这样各位观众朋友们肯定就会满意了 否则的话大家会经常说哎呀我这视频太短了 那现在的话 等下钱 钱差不多 我就把这个基地放下 这盘呢 我的对手是一个天梯上搜到了一个兽足 最近也是好久没有跟大家带来这个天梯欢乐型了 因为在忙一些事情的原因 今天呢也是赶紧给大家带来这一期 但是呢在这里还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 就是明天呢我要去北京参加一下我们的赞助商 我刚刚爱若克的一个大片的拍摄 让我过去客串几个镜头 所以说呢大概26号到28号这三天呢我都会在北京 所以说我这个天梯欢乐型可能要暂停三天啊 所以今天就赶紧出这场视频让大家看的满意 那三天之后回来的时候我会跟大家照常带上这个啊 YY的这个欢乐型 那这盘呢我是首发了这个炼金 然后呢对手是我刚刚小精神看到他这个剑胜 他还没有过来有比较意外 但是现在的话他大击应该只有两个左右 我就不是很害怕他来强开我这个基地 我炼金的地方离自己基地很近 随时可以保护 这是暗夜强开逛的一个标准 我们这里看到这个剑胜是一个疾风部 然后直接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那样 你不让剑胜走过去 你走过去的话 我小精神看到第一时间高手都是能反应过来的 这次这个剑胜呢 我们就看到他是疾风不过来 所以我是反应不过来的 然后拆掉我一个BH 现在还是要拆我这个基地吗 我觉得少年这是你错了 我为什么打瘦足要首发炼金 就是因为我要拿这个炼金来克制瘦足这个剑胜 因为炼金 它有这个酸性炸弹 配合远程AC的这个骑射 外加这个变形金刚一般的这个变形的这个技能 这两个技能你用起来之后 在前期和这个大技和剑胜对拼的时候 你并不会落于下风 所以说呢 这个细节 是我前期特意想过的一个细节 也是推荐大家 如果也想打这些欢乐的时候 可以用下这个战术 但条件是你要比你的对手实力稍微高上那么一点点 这个战术呢不需要高特别多 而且今天呢我要用的这支战术呢 我肯定是在一本要造大量的兵力 所以我不会特别害怕 别人来Rush 我看这里他就是四个大技来强拆我水井了 我先是一口这个烈性炸弹往哪跑 一个加速被我给堵住了 但我水井也没有救回来 这个水井满口的井呀 居然没有喝上一口 因为我刚刚没有意识到 我单传的时候这个井水是不能够喝的 所以说结果浪费了一口好井啊 这好心痛 现在分框也造好了 造好之后呢 从思路上来讲的话 我不选择造第二个避影了 因为这个地图有顾命运地 EI这个地图嘛 也是我们俗称的国土 有顾命运地的话 我靠这个单并的亨吹斯 外加这个顾命运地 里面出来的这个顾命 我是可以很轻松的抵挡住 对手天亮的三四神头的一个Rush 哪怕是有二英雄shed hunter 都没有关系 我看这里剑胜开始骚了 这少年你肯定是想杀我的AC 我知道的 但是跑不了 那就没办法 只能跟他拼了 这个AC 我只希望能够杀死这个剑胜 这是一个酸性炸弹 然后一个W 然后追上 我说有鞋子的 你往哪跑 少年跑得比你快 看到了吗 然后现在居然我追不上 那我只好用小精灵 来卡一下 失传一九的卡位 卡 我还没卡 他们就跑了 往另外一个方向跑了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炼金这个英雄呢 在前期对付这个剑胜的时候 还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大家如果用暗夜 可以来尝试一下 那现在呢 我是把别人的肩胜杀死了 那家里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就可以考虑生本 前线呢 继续选择压制 骚扰 又回到老本行了 干压这个事情是最喜欢干的 然后小精灵自爆一下 救了一下这个绿皮 但是绿皮被这个赛灯哈的卡了下 被这个自己的亨坠子卡了下位 也就是女猎手 哎 然后这个吃了加速卷轴的 呃小歪 我是怎么都追不上 那我看来我又要用我失传一九的卡位战术了 这个卡位绝学 今天状态不错 看看能卡几秒 卡过三秒就真男人 一秒 两秒 三秒 yes 刚好三秒 然后现在再来卡一下 四秒 五秒 六秒 你看我还一直在前面 这个请广大的视频观众爱好者们 去跟TED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问一下他卡位时间能比我更长吗 这个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刚刚是连续卡了 这个有七八秒钟 对吧 当然说久一点 你跟他说的时候一定要说十秒钟 我觉得他做不到的 好 我们看这里有街追小歪 杀死这个小歪 我已经想好了 我要单船走 这个时候没有东西可以留我 只有一个狼旗 我堵你的狼旗 没有网 哎呀有网的 还好在你网出来的那一刻 我这个单船回去了 否则的话伤心死了 一定伤心死了 那现在我是双框 然后又派了科技 只有两个亨坠 这次了 然后乍是刚刚不小心被弹出去了一下 谁说那个小精灵被砍死那个镜头 我也没来得自爆 这个电脑配置不行啊 最近 最近看来需要换个电脑了 动不动就被某些软件给弹出去什么之类的 这一定是电脑配置不行的原因 大家说是不是 那好 看现在我是生了这个猫头鹰 这也是暗夜很少见的一个战术 这里呢我准备转一个三远 本来是想转熊鹿 想一下搭配这个 搭配 链金术士的话 可能三远更好一点 什么叫三远呢 就是女猎手 外加这个小鹿 外加这个风德 这样一个组合呢 叫三远战术 是暗夜打兽族最古老的一个很实用的一个战术 当然如果有些玩家 热衷于 出这个再加个AC 那就变成四远战术了 然后这里呢我看到了对手 两个狼旗和一个剑胜去我家了 那这我得回来稍微救一下 拆是拆不了什么东西 但是稳妥期间公平地再买了三个狼旗 我这个分矿赶紧补了一个风之补术 你是要拆我基地吗少年 我这么多东西啊 我这有点危险的 我赶紧把两个正在建造的 已经快建造好的 这个两个建筑单位 赶紧取消一下 小精神来修 那这波呢 他上头了要拆我基地了 这搞不好基地要被拆掉的 我打个闪电盾 套一个闪电盾往里面走 然后最大化的这个 先把狼旗给杀掉 因为狼旗是打基地最快的 如果这个基地被打掉了 我这就这盘就难挖了 千万不要打掉我基地啊 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然后大胖子再加一个 这样的话 他这波打基地好伤啊 基本上全军覆没 我这也是一个制纲的组合 好吗少年 你这个韩阳来打我基地 诶 这里居然被小歪走出来了 我卡位 卡了一下 而这个监生不走吗 真的是想多了 这也打一个皮燥热厚的 我这个亨吹死了 女练手 我这个女练手 就对着屁股往上打 哎呀 现在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 呃我的这个练金英雄 居然已经快到六级了 五级半 然后肯定会有机智的玩家说 哎盖哥把这个中间的商店一练 然后就到六了 我这样说你真的很机智 你不知道这个 某种马三现在五级之后 已经几百年前五级之后 就已经不能练这个 通过练机到达六了吗 只能通过去杀对手的 落单单位 自己呢 对手还是很适合的 给我送了一个狼旗过来 这 不要这样吧 好吗 这样会让观众朋友们 以为你是我请来的托呢 这个啊 虽然我们已经搜到过两三盘了 第一盘的时候 我今天也是搜到这个人 然后我用了不死足 也本来那盘俗材也很好的 我是 不死足 我最后是地狱火降临 然后在他家打了很久 结果呢 那盘我切出去一看忘了路了 这个啊 所以很是尴尬呀 然后刚刚呢 又随到一盘 又是不死足 然后我换成了这个小强手法 结果是被这个受毒玩家打得好痛啊 直接各种打脸 直接分框都没有看起来 就被A死了 然后这盘呢 好歹是随到我的第二强种族 暗夜精灵 那现在这个局势呢 是怎么打 基本上都很难输掉了 我这波 我是想把这个失传已久的炼金的六级大招给寄出来 都好久没有看过炼金的六级大招 一下这个点金成十能够点多少钱了 那现在我只要在杀死几个单位就行了 杀死这个白牛 这个白牛是很机智嘛 白牛这个变一下行 然后我A不进去 但是我的酸性炸弹是属于魔法攻击 我看了一下我炼金身上的这个经验值 差两个狼旗的经验 就这两个狼旗了 这个我决定哪怕是千里追杀 我也要把这两个狼旗给追杀死 这样的话我炼金就能到六了 然后我也能够感受一下这个炼金的六级大招了 这对手是往我家里面去了 然后我是看到这个狼旗了 藏在角落里面就以为找不到你了吗 然后看一下我的经验 应该是还差这个狼旗 现在变形状在看不了 这个狼旗是差一个狼旗 哎呀往往这里走 不要往下面走 往下面走我就伤心了 哎呀真的往这里走了 干的好干的好 那杀完这个狼旗呢 我先就回家这个喝口井 然后就可以现在就是我A过去的时候了 现在这个状况我就可以A过去了 然后同时呢还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炼金的六级大招 这个炼金这个英雄呢 我魔之骂三这个快捷剑特别的烦躁 也就是说我打魔三是用了改剑 然后这里呢说用了改剑 我我我我我本来是要点那个农民的 但因为用了改剑所以说我现在只能用手点了 我们看点了多少钱144块钱 好嗨呀 这个点睛要是没有CD多好呀 你说是不是 比如说CD再短一点 我就瞬间把这个狼旗啪啪啪啪全部点啊 我们看这个炼金的酸性炸弹配合这个狂战士变形 简直是打小歪头来不及加血的 现在这波哎 我又给了这个白牛一口酸性炸弹 这里我改剑有个失误 酸性炸弹和这个点金城石重叠了 因为这个酸性炸弹我是改的成T了 然后点金城石呢也是T 所以说我只能 他系统默认是这个炸弹 所以我只能手动点这个点金大招了 这剑身可能拼不过我的呀 我是有炸弹剪你房的 虽然我炼金的房也不怎么高 你看六级的炼金只有三两房秘力 真的是不怎么高 咱们看又够了 再点一下看多少钱 还是144 哦还是144 这是固定的呀 点狼旗是144 然后点白牛好像点不了 白牛有魔法属性 然后点这个农民不知道多少 现在我炼金血有点少 所以说我决定这个单位走开 然后炼金TP回家 然后再单传过来 这是莫恩经常喜欢用的一个战术 家里面呢为了预防万一 造成一堆奇美拉西地 如果对手没有打死 我再出点奇美拉什么的 这不是也是失传已久的 各种的这样一个冰种也出来了 大家看我这为了让视频精彩 也是吸中了自己的老本啊 把自己的所有战术都暴露了 哎 现在我也是钱特别多 木材特别少 我们就点了一下农民 这个农民只有几十块钱呀 农民钱这么少 原来 好吧 那现在也是时候把对手A死了 我觉得对手也撑不到我奇美拉出来了 但是对手怎么一直还不退 我都有点意外 哦 打得不错啊小伙子 这还是有一个分框的 怪不得他一直不退 然后外面我都以为他没有东西了 然后他从外面把英雄买出来了 那这一波我的地面部队估计 试一下 这次这波我的地面部队估计干不过他了 这观众朋友们有福了 说不定以后我这个奇美拉也能够出来了 因为我现在在转地面的话不太合适 他这个狼奇加白牛 就是瞬间秒杀我各种地面部队 那这里呢 我就 就直接等奇美拉西地一好 然后直接爆奇美拉就行了 我刚刚就造下了四个奇美拉西地 那这里呢 我是想点下这个白牛 发现真的点不了 就像我刚刚给大家试的那样 只要点下狼奇了 白牛是有这个魔法抗性的时候点不了 但白牛吃酸性炸弹 然后现在我们看这个我开了 我单挑这个shadowhunter 我这一刀砍了好多血呀 你给我变成一个小松鼠了 接着追 然后再来一个炸弹 扔一下我不a他看能不能这个炸死自己 真的炸死了 这个酸性炸弹的威力也很大呀 这简直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像一个这个手雷一样 有点像打cs里面的手雷一样 那现在回家把这个身上的魔法再补充一下 因为链金没有魔法的话 大家知道 你要一档没有魔法也没有的话 炸弹也放不出来 什么变身也变不出来 那你就是被人家剑胜 白白火砍的命 那好吧这盘奇美拉出来 基本上对手应该就撑不了多久了 那这里呢还是跟大家说 大家记得 在我视频留言的朋友们将会有机会获得 由我的这个外设店 sky 的外设店提供的 这个五张二十元的代金券一份 我现在外设店已经进行了一个全新的改版 地址是这个 we sky.淘宝.com we sky.淘宝.com 大家有什么需要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拿到代金券的朋友的话 是强烈推荐你们去拿这个代金券去买东西 因为是可以抵掉一些这个钱的 然后也有一些礼品 比如说鼠标店了 或者说是签名照了等等这些东西来送给大家 那现在看到我的奇美拉是不是就害怕了呢 但是我突然发现这两个狼琴好猛呀 我现在搞不好这单英雄没有tp还要被搞死了 然后奇美拉过来了 确定还要打我吗 开了个加速卷轴 这是要强A我英雄的节奏吗 我可是有奇美拉的人啊 空中四头奇美拉 这个东西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没见过了 最起码有一年没见过这个兵种了 今天再次看到了 那 我现在是奇美拉瞬间抱上八神口 但我现在没有生这个酸性炸弹 这对手是要说点什么吗 打了个呵呵 我压力有点大 哎呀 说我开马甲虐菜 大哥我真的不是开马甲虐菜 我这个号 大家都知道的 做这个歪歪天梯欢乐行已经做了很多期了 也是现在这个分数打到了1800多分 可能比td低了一点 因为之前的话大家也知道我前前两天忙忙一下战队的事情 然后就没怎么录这个视频 结果呢这个分也没有怎么打 然后号分就低了 但是也有1800多分 我会只打这一个号 真的不是我的马甲虐 那对手这个时候又是看来是最后的亡命一波了 这里还是要强于我的基地 我赶紧把战争古术什么的全部站起来 然后先点击数点掉一个 然后再把这个狼奇我大树拍下 直接狼奇掉了一半的血 那现在的话吃了一口血 但是也没什么用了 八级的练金 基本上这盘是赢了 在这里呢也是跟这名对手说声对不起了 毕竟这个也是在录视频 没有想到会打成这样一个样子 好我们下面是抽奖环节 大家不要走开 那么首先呢是来感谢这个由我自己的淘宝店提供的这个带金券五张 虽然听起来怪怪的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小小福利就是五张价值20元带金券送给大家 那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我现在不光有这个代金券 然后我在进店之后 大家在这个地方也可以领取 就是满99元 可使用五元的这个优惠券 立刻领取 然后199是10块 399是20块 然后699是50块 这是代金券 就是可以和那个你获得的抽奖中的20元的代金券 是可以混搭的使用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有20元的话 你再加这个五元就可以买一个100元的东西之内的 然后现在在这个外设店这边呢 我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键盘鼠标呢 自然而然的还是我们WE的这个键盘鼠标 这是我自己在用的 也推荐的 现在是送这个建设鼠标店和签名照 WE 键盘也是这样 建设鼠标店和签名照 然后这个活动时间呢是12月25号 也就是今天已经开始了 到1月2号大概七八天的时间 圣诞节我这个外设店是改版了 同时呢 这里这些就外设店这边的这个客服们和这个操作者们也帮我准备了一系列礼物 比如说这个铠甲式的鼠标 送这个是内裤吗 我看不清楚 我以后去和我们的客服沟通下 那应该是送一个东西的 然后手套 袜子 然后这个很有可能是内裤我觉得 然后送开甲式的鼠标店 外加这个是脚贴吧 然后这个是缠线器 外加包邮 外加一年半保修 哇 这个鼠标居然送这么多东西啊 我都有点心动了 然后木马然也是照样 送这个应该是我猜测应该是内裤 不知道大家觉得像不像 内裤手套 然后应该是鼠标店 然后这个脚贴 然后缠线器等等这些东西 一年半包包邮 然后WE的鼠标也是送签名照 收纳袋这些东西 当然呢 你买其他的这些 铠甲式木马然自由光 他都是送这个签名照的 只要你有需求 来说就可以了 向我们客服申请 那好 那外申店的地址呢 是WES概念淘宝点.com 大家就是 有事没事过来捧个场 那我也是感谢大家 那我们来抽一下上期的视频的注奖观众 我们复制下上期的视频链接 好然后关掉 然后点到这个抽奖里面 我们总共抽出来五位 怎么有点慢 第一位叫做夏道摩尔瑞 25分钟前 评论有点莫名其妙 看不懂 但还是恭喜你 然后第二位 这个YY5164什么之类的 然后叫先顶再看 然后我们以后名字我就不念了 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会把名字发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他会来联系你们 第三位叫做西门上的庆哥 你不就是西门庆吗 然后评论是 哎呦抽我呀 真贱 那就抽你了 然后第四位呢 我们看一下 菲林斯 盖哥记得向凤凰网要这个搞笑广告费 要广告费吗 这还是不用了吧 为魔兽做贡献 这个理所应当的事情 那第五位 如果什么 这个应该是叠叠不休的叠字吗 这也是语文老师死得早 这个体育老师教的 大家有知道这个字怎么念的 跟我发音好了 然后评论是前排抽奖 那好 恭喜这五位网友获得了 这个五张Sky淘宝店的带金券 这个20元带金券 希望你们能够shopping的开心 那好 本期视频到这里了 然后明天就要去北京了 大家等我北京回来 给你们照样带上歪歪天梯欢乐行